這個文字累加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些email的信箱 全部都串在一起 然後寄信出去 但是中間需要有豆點 對不對 那怎麼樣加豆點 用什麼方式最快 當然最好是這邊有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就出來 那當然最好 對不對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有幾個方法 可以用串結等於什麼 等於右邊這邊這個 左邊這個等於 等於他 那下面這個等於什麼 等於上面這個 and 所以串結一個豆點 因為我需要輸出的時候 會需要有一個那個 豆點在中間 所以中間要加一個串結符號 然後一個豆點 and什麼 and它左邊 好做兩次就可以了 打勾 下面你會把一個兩個 那因為向下的時候呢 它一直會抓上面跟左邊 上面跟左邊 上面跟左邊 那最後的結果會怎麼樣 會得加在一起 有沒有 上面再加左邊 上面 所以全部向下填滿 那如果你有多少個資料的話 那就不就全部幫你接在一起了嗎 最後這個東西呢 你就可以拿去的嗎 Email信箱貼上去就可以 但是記得不要貼到那個收件紙 那要放在哪裡 要放在哪裡呢 下面有個那個 密件 我跟你講因為我收到很多信件都是 直接貼到收件 所以收件紙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這樣其實不太好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概第一個方法是不寫VBA 就是第一個先等於這個 他一定就等於他自己 然後下面這個的話是上面這個 and的逗點 在左邊這個 好 所以這個關係是這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剛剛的動作 變成VBA的話 請你幫我一鍵完成 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當然也是一樣嘛 你就跑一個回圈嘛 for i 等於二到最下面一列 對不對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把這個B欄的東西 串接先放在什麼 放在一個地方 剛剛不是有一個s嗎 s and 什麼 這個東西 sales B欄 然後呢 放進去放 中間加一個什麼 逗點 對 所以程式的話應該會寫吧 那寫出來的話 不過呢 輸出之後 那當然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會多一個什麼 會多一個那個文字串接 假設我今天 會 需要 做一個文字串接 那文字串接做完之後 類似像這樣 for i 等於 這個 有沒有這邊 2到6 6這個數字當然你可以改 然後再把那個sales B 串接給s 丟給這個 這個這個s 然後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那當然最後的話呢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邊先把這個mark掉 再把s輸出 不過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最後呢 會多加了一個什麼 逗點 那你要最後怎麼樣把這個逗點拿掉呢 有沒有 因為你輸出 寄信的時候多一個逗點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啦 欸 它會格式出錯 所以怎麼辦呢 欸 就 最好是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逗點拿掉 所以逗點要怎麼拿掉比較快呢 你想說 這樣不是比較快 enter 最快喔 是不是 這樣就省少了 少寫一行程式了嘛 對不對 不過既然已經就寫了 你會不會也不 就對啊 不過以後說真的啦 這 不用鑽丟腳尖啦 反正事情 眼前一件事情先解決再說 等到有空都再回來想 然後你就回來想 啊 對 很簡單嘛 你可以什麼 利用前面教過的一個laps laps函數 laps是從左邊算 那 算幾個 剛好是總長度 減1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 這個當然還有其他寫法啦 如果你還有其他寫法 你也可以試試看 那我的寫法是這樣 就是 先在這邊 s等於什麼 就是laps 把它自己放進去 那後面他會問你說 總共有幾個字 你就是它的總長度 再扣掉一個字 輸出 這樣的逗點就不見了 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輸出到c6 ok好 試一下 這樣的話執行 有沒有 逗點就不見了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第一個文字累加的部分 文字累加 就文字串接 ok 好 再來的話 後面當然你還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那個email信箱 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乾脆直接你有email了 那是不是乾脆就叫呼叫那個outlook 直接幫你把信寄出去就好了 直接幫你把信寄出去就好了 因為就有同學問說老師那乾脆直接把呼叫outlook就好了嘛 就不用再打開 那有沒有辦法 當然有 很簡單 你直接怎麼樣把那個range c6有沒有 到時候放給outlook就可以 但是這個地方因為是外部呼叫outlook 所以這邊會需要一個外掛 那那個東西的話我印象中應該已經有把它放在我們雲端上面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文字串接 然後後面有個用變數啦 這兩種方式可以參考 用outlook郵寄 那這個由來是因為剛好有個同學 他剛好也需要這一段程式嘛 我跟他講說你可以怎麼怎麼做 他就去找 找到之後他就在工作上用了之後 他就ok了沒問題他就寄給我 那因為我現在很少用outlook啦 所以他既然寄給我想應該也沒問題 那這個程式放這邊很久了 也沒有同學反應就不能用 不知道是沒用到呢還是怎麼樣 那他的道理非常簡單 也就是以後不論前提是請各位要先把outlook 裡面的什麼 他的PO 不那個SMTP的制服器 一定要先設定好 不然的話沒有制服器也寄不出去嘛 相關的設定你要設定好了 然後呢再把怎麼樣 把這一段程式複製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的下方好了 比如說這邊下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再做個按鈕 用outlook郵寄 那裡面有哪些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set 這個set一般指是一個物件 物件名稱叫outapp 你不用死倍啦 有個關鍵字叫create object 所謂的create object就是 有點像是外掛 我把outlook外掛進來 在VBA裡面可以拿來用 那他的 就是外掛進來 他的名稱叫做outapp 那這個名稱是我們自己取的 OK 那他裡面有一個叫做 outapp裡面 有個叫做create item 那編號一定從0開始 那這個有點像什麼 你在背後 看不到了 打開outlook在背後 所以你不會看到畫面 然後create item有點像 打開outlook之後 你要記信怎麼記 不是有 左上有個新郵件 按下去 create item就有點像新郵件 那他編號一定從0 就第一封信 然後那個這封信叫做outermail 所以那個信件就打開了 應該各位有那個畫面吧 因為outlook沒設定 所以打開之後 他會秀畫面 那畫面裡面會需要你什麼 2 有沒有 這個裡面有一個就是寄給誰 那寄給誰的話 你可以從什麼呢 從文字裡加這邊 這個工作表裡面 去抓什麼 c最下面的一列 的裡面的資料 OK 那也就是把他們的email信箱放在2 不過好像放2不太好的話 你可以把它搬到bcc 是bcc是不是 還是什麼 密件嘛 所以應該用2的話會看得到 那你可以把這個搬到 如果說你2你怕人家知道看到那個東西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原來 就是他們兩個顛倒一下就好了 這個搬過來 那這邊變成什麼 雙引號 然後這邊的話把雙引號拿掉 OK 這樣子的話對方就看不到 那subject自己打一下 主旨 body 甚至呢這邊有個叫attachment attachment就是說 你要放哪一個檔 如果說沒有的話 請注意一下 把它單引號一下 就是你沒有任何的attachment 不然的話 他會幫你把這個active workbook 就是現在的這個工作表的全名放進來 attachment 這個好像對這個好像可以把它不用 那最後的話就是 點Displace 點Displace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信件寄出去了 那這個部分就完成 我想這個 這一段程式應該沒問題 那各位可以試試看 主要是你的outlook要先設定好 OK 第一個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 然後自動幫你寄信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如果你還有在用outlook 或者說你那個outlook裡面有設定好的話 也建議你可以先試試看 因為太好用了 以後的話 你只要在那個excel裡面有email的部分 然後你也需要真的要email一些東西的話 他甚至可以自動email 然後甚至呢 可以自動怎麼樣 自動幫你寄 attach 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excel檔 給什麼 固定給某些人 他也會固定的幫你把這些信件 一個一個幫你把它寄出去 這樣的話呢 就方便許多了 比如說你有一個 一個excel的工作部裡面的每一個 每一個工作表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檔案 一個一個把它寄出去 這個是絕對辦得到的 沒有問題 這樣的話你工作就會輕鬆愉快許多了 OK 第一個是文字累加 把所有email 把它全部集中在一起 然後自己除 五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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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